每逢五一勞動節 總會見到內地旅客擠滿各地的景點 今年還將假期由3天延長到5天 又如重新恢復五一黃金週 不過疫情未過 市民今年又有什麼打算呢? 雖然當局仍然禁止跨境跨省旅遊 但全國各地都已經陸續恢復開放 以山水景觀為主的景點 省內的旅客上網訂票就可以參觀 不過凡事都有例外 幾個哈爾濱市民 響應旅遊部推出的乘郊遊 打算去70公里外的香爐山森林公園玩 誰知就在入鎮的時候被攔截 說他們來自疫區不可以進去 除非自費隔離28天 但就算香爐山的負責人來到現場調解 當地防疫人員一樣站硬不放行 最終旅客要截犯 損失的門票和交通費就由香爐山來負責 除了嚴防來自疫區的人士 當局也推出多項旅遊防疫措施 例如旅客必須要實名預約門票 景點的接待量不可以超過三成 要推行分時段遊覽 並且只開放室外的區域 全國多地教育局也宣布調整中小學的五一假期 有部分地區縮短做兩天 也有地區索性取消 要求私生回校復課 謝謝